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輸出的部分 剛剛我們可以看到其實 下面雖然是即時的產生但是他 相對來講平時要粗糙一點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輸出呢 有幾個地方可以來 第一個你找 平面圖 水龍沾滴的他的輸出 你可以直接用 把上面這一塊也輸出喔 這個有沒有平面的部分 從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輸出SVG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SVG 請問SVG是什麼格式 點正來向亮的 向亮 所以可以用哪個端子打開知道嗎 以拉吹的 那這些東西呢 因為你在以拉吹的裡面 你要畫這些東西好不好畫 老實講不好以拉吹有餐廳沒有錯 但是以拉吹3D真正要用得好的其實很難 應該說你要花時間啦 但是如果說你在這邊畫的時候 你也可以比如說我們 我們現在 做這個體面比較 可能用到缺比較但是如果你是做室內設計的時候 你的牆壁啦你的擺飾的東西 這個會比你在以拉吹的快很多 那你做好之後呢 他的這個這些物件都是獨立的 所以你可以 把它怎麼樣 在做在裡面再做調整 等一下 打開給你看 所以 你從這邊 這樣出來 當然你按右鍵也有 按右鍵有那個要輸出SVG 大部分他都有右鍵 大部分都有右鍵 所以 我2D的 我先輸出一個 等一下我會用以拉所以打開給你看 那麼3D的 在下面這裡 在這邊 那3D的你就先 調好你要的角度 你覺得比較適合的角度 你把它調好之後呢 一樣找3D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叫照相機 這裡 那當然如果你懶得從這邊 上面有沒有一個照相機 這裡也有 不要跑到右手邊 右手邊這個又攝影機 做動畫用的 那除了這兩個 你也可以在 這邊按右鍵 我記得這裡 這裡也有有沒有照相機 反正找得到就好了 點下去 那你可以看到呢 預設的話 他是這樣子 輸出的寬度 有點小 對不對 所以通常這個我都輸出1000 因為400根就是稍微小了一點 那再來呢比較重要的是在這邊 就是我們講的所謂的畫質 畫質的部分 就是各位最在乎的 因為呢預設是所謂的高速度 高速度基本上 就是跟你這邊看到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把往 右手邊調 他總共有4個 4個 好我把它往右邊 有沒有再往右邊 他有做說明 你只要第3個以後 你會發現 欸我調到高品質 下面有沒有出現跟剛剛不一樣的東西了 嗯在這邊 你看一下 你看 因為我剛剛有沒有跟哥介紹過紫北燈 對 所以 你還可以自己選擇 我是什麼時候的 太陽 哪一天 哪一個時段 因為不同時段 不同位置 他的什麼 會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對不對 那我們也可以去調那個 軌度喔 只是我們這邊還沒有調啦 就先不管他 就先用這個 那你可以選好 那原則上 建議各位盡量不要用 他的下午12點就是中午12點 通常在這種時間 你如果用這個的話 輸出 會比較亮 我先做一個給你看 我把這個輸出 高一點 開始 這個時候他就真的認真幫你算 有沒有發現要一點點時間 對不對 當然你模型越多 或你輸出的尺寸越大 他的時間會比較長 因為其實我們以前 玩3D還有一個最大的困擾是 輸出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 你睡覺他工作 大部分是利用那個時間 好所以 有沒有發現慢慢的有點不一樣的 品質有沒有好一點 他認真一點的 但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中午的時間 中午的時間 所以你會發現有沒有畫面稍微比較亮一點 那 通常我比較喜歡用早上或者是傍晚的時間 看起來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而且呢 你有這樣做之後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請問他有沒有把你計算陰影 有對不對 對不對 真的不一樣 我先停止一下 那我把這個時間 時間我把它調整一下 好 先停一下 時間我來調整 你可以點這個 直接就變上下 如果是上午12點就是什麼 午夜 午夜零點 所以後面就變成月亮 這應該沒有問題 好 你等到這邊 等到這裡 你點到時間的話可以直接調 這樣了解 那你知道 差別 電腦效能的差別在哪裡看得最清楚 就是這裡 你如果平常 像我們剛剛這樣畫 製作過程大概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可是呢 顯示卡的好壞 在這邊就會差很多 像平常如果你是一般的那個notebook那一種有沒有 沒有獨立顯卡的 在這裡他就是 腦牛拖車 那我們這邊呢應該都有就是獨立顯卡 所以速度會相對比較壞 這樣了解嗎 所以 你看有沒有這樣子 比較沒有那麼亮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你調整我們上面這個什麼 直壘針的方向 你會發現陰影的方向也會不一樣 會真的能改變 所以 你們家比較喜歡坐北朝南 還是 反正你可以自己決定啦 因為這個直壘針的位置是可以調整的 直壘針可以調整 這樣有沒有了解的 等你運賺好的之後 下面這裡 有一個儲存 好有一個儲存 我就配好了 好所以我就按下儲存 那 這邊 好的 我就把它存下來了 那這樣就可以關閉 那最後呢 我們補充一下 你做好的 專案檔要不要存下 當然要啊 對不對 專案檔很重要 所以呢 你看我們在那個講義那邊我有寫 我們的專案檔你看這邊 從這裡你把它儲存 他的副檔名是SH3D 有看到了 這樣子 所以你把它存下來 這樣就可以 那麼 我們存檔的時候呢 他會自動幫你把 所有的模型都放在這個檔案裡面 他會把模型放在這裡面 所以 你今天 拿到別台電腦去 如果他的模型部沒有這些模型有沒有關係 沒有 他會帶著這些模型 所以 你不用擔心說 別人沒有這個模型有沒有關係 這樣了解了 第二個 我們的SH3D 預設 10分鐘 就會把你存檔一次 所以呢 如果你不小心當機了 下次再打開的時候 他也會有像office一樣會有自動還原 這樣了解嗎 他會問你說你要不要換 但是就一次而已 你如果很 掌定解體的 剛才NO 下次就沒有了 你了解 來這邊 你可以從這裡 可以看到有沒有 檔案裡面有叫參數設置 預設的話是 我記得是10分鐘 在這裡 有看到的 有沒有 10分鐘會把你存檔一次 那當然相對的 如果你覺得中文你看不習慣的 像我這次上課 有那個 小朋友是法國回來的 我都可以啊 但是我看不懂 我只會記位置而已 好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去調整 那當然單位也可以從這邊 這樣了解 好 那我就把換的還給各位 你先來試看看 找到照相機